大家好,咱们剪一个五折的小花吧 拿一个正方形的,对边去折 然后再对边去折 然后压着中间这个点 你拿着这个边对着这边三分之一的地方 这个边三分之一的地方 这样折一下 然后把这块再折一下 把这块对折一下 然后你把这个往后去折一下 这就是一个五折纸 这样就是五折纸 这个五折纸的花可以很随意 你怎么去剪都行 怎么去剪都行 从这个最短的到这个最短的边 你可以这样折一下 可以这样往后去折一下 然后把这个边给它剪掉 把这个边剪掉 然后咱们在这个边剪一个小花 剪一个五角星 这边呢,这边就给它五角星 这边就给它剪一个剪刀 一个边是剪刀 一个边是剪刀 一个边是五角星 剪刀 传承飞语文化 然后你再从这个边了 再从这个边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吧 去给它剪一个 剪掉一个小圆 剪掉一个小圆 然后你去掉这个小圆 你顺着这个边 把这个剪刀 这给它剪出来 这个边我留的宽 一会儿再重新修一下 一会儿再重新修一下 好 这会儿呢 这个边给它剪一个一般宽的 给它修成一个一般宽的 好了 这边 这边 这边呢 不管怎么样 不管剪个什么花都行 不管你剪个什么花都可以 这个是零基础练习 零基础的练习 这个地方长 我就用这种 端单纯的吧 剪一个单纯的吧 这边剪一个单纯的 闪闪发光的五角星 好了 那大的地方用大剪刀去剪着块 然后呢 咱们这个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和剪刀就剪出来了 五折的 五折的 五折的